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除了这两个重点之外 我们还可以透过哪些方式来看我们是否有湿气缠身呢 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了中医师谢医师来为我们讲解 谢医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谢医师 请问我们可以透过身体发出的哪些警讯来判断是否有湿气呢 是的 首先呢我们可以借由身体的状况来判断 当早上起床的时候 明明睡的时间是充足的 可是仍然觉得早上起床 很想赖床 不太想起来 起来之后呢又觉得精神很疲乏 身体很重 不太想动 头昏昏沉沉的 然后整天的上班或是工作 注意力都没办法集中 精神容易患散 这种身体纵着的状况呢 大概就是湿气过重的一个现象了 那么第二点 可以从我们的四肢关节来观察 当我们的身体的关节容易酸痛疲劳 尤其是在天气变化 例如像是天气准备要变冷了 或是准备要下雨了 这种明显的天气变化 会导致我们身体受到影响的时候呢 可能也是我们的身体 湿气太重的一个表现 常见的例如有 年纪大的老人家 或是曾经有受过伤的人 他们的关节比较容易 因为堆积的一些代谢物质 难以排除 或是身体的循环比较不好 所以这些湿气也会容易堆积在关节 会导致关节酸痛 这也是体内湿气 有可能过重的一个情形的表现 那么第三点呢 发生在于我们的小腿会容易水肿 这个是很容易观察得到的 我们可以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呢 用手按压自己的小腿侧面 去观察小腿凹陷下去之后呢 会不会马上的弹起来 如果回弹速度很慢 小腿会呈现一个明显的凹陷的话呢 大概也表示着我们的下肢水肿 所以表示说我们体内湿气是有过重的情形哦 好的 所以就如同刚刚谢师所讲到的 我们大致上呢 可以先从早上起来 是不是很难起来呢 或者是起来的时候精神恍惚了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你是有关节酸痛 那可能是发生在老人家 或者是你的关节处有曾经受过伤的人 也可能会有湿气产生的问题 那最后呢就是女性朋友经常会遇到的 就是下肢的水肿问题 也就是你也搓下去 却没有马上弹回来 代表我们的身体有着水肿的症状哦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健康世界报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如果你有想要询问我们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 欢迎扫描QR Code 或者是在影片下方告知我们哦